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一下热门的话题 中国气球侵略美国 美国一直都说这个气球是可以控制的 而且是军用的侦察气球 简单的说是外国军队已经侵略美国了 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就在几个小时前 美国的F22战斗机击落了这个气球 特地把它击落在哪里的 把它击落在美国大西洋的宁海上空 宁海是距离海岸线12海岭 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当时在大陆的时候 美国没有击落 让它飘个两天 就相当于给全世界人看 中国正在侵略我的国家 明白的意思 你看它的军用飞行器 现在在我的领空被我击落了 我跟各位讲 这个事情呢 堪比珍珠港 一点都不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说没杀几个人 有好多东西 我跟大家讲 它伤害性不大 但意义重大 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这个气球就属于这一类 它伤害性不大 但意义重大 你这是相当于什么概念 中国跟美国原来都是贸易战 什么吵架 吵来吵去 什么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 实际上说白的是什么 全是口水仗 没有说争刀争枪干 对不对 现在是直接就是军事冲突的 美国马上因为美国这国家 民主国家 它国会啊 包括包括白宫啊 开会都是需要时间了 紧随而来 未来的几个月 美国一定会报复 你就等着暴风雨来临吧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这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从澳战之后 澳战的时候 日本拿了个气球炸弹 随便飘 它是按照那个风嘛 它随便飘 其中有几个气球 飘到美国西海岸 结果落下来 发生森林大火 把一些美国人 把几个美国人给打死了吧 这是美国本土呢 从1812年以来 首次遭遇外国进攻 就从1812年以来 但这一回呢 中国这个侦察气球 直接到美国这个领空 哇 呆了两三天了 那是自从澳战以来 美国的领空 美国本土首次遭遇军事威胁 什么概念啊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侦察为侦察气球这个东西 其实在以前呢 它也有过好几起 根据我看新闻媒体也说了 也有过好几起 中国的气球飘过来了 这个事情就可大可小 原来关于中美关系比较好 那这个事情可以缩小 缩小到什么地步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嘛 就说这玩意儿 说白了就报废了 中国可能技术不行 失控了 就来过这飞了 别管 因为它飞得很高了 它飞两万米高了 这是网小了说 就大家都不提的 就废弃的 没用了 网小的说 网大的说 就是侵略 那还得了 网大的说 因为中国一直说 这个气球是我了 但是呢 它说这不是军用的 民用的 你看 它也害怕 你要说是军用的 那还得了 你属于侵略呀 现在美国把它定性 就属于军用了 你就侵略我了 你这威胁 你这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美国的威胁 就在天上啊 还得了啊 那怎么办 美国怎么报复 我跟你讲 从军事上来讲 原来美国 老蒋呢 就那个台湾的蒋介石 派优尔侦察机 到中国上空 侦察 我跟你说 未来我估计 不出三年到五年之内 美国的军用侦察设备 会飞到中国领空 绝对的 真的 因为美国想 你的军用侦察设备 飞到我的领空呢 那我也搞一个气球 我飞到你的领空 对不对 那中国你说 哎呀美国你怎么这样 侵犯我 美国说你也干了 我也干了 我也失控了 我放的不是军用 军用侦察气球 我放的就是气象气球 普通的 我就放 美国就国民政大 来啊 就绝对美国要报复你 这还得了 这军制摩擦不断升级 你未来 未来中国的头顶都会有美国飞行器的 你放心吧 你真的放心吧 我这个事情再往下弄 它一级一级往上冲突升级 我现在判断 之前我看了个说 2027要打什么 2025说要打 我判断在2030年之前 中美军事上可能真的要干一仗 真的要干一仗 这发展速度太快了 但这干一仗 它不可能 不会是大规模的 但它可能是小型的空战 就美国这边战斗机 预警机 几架 加油机 无人机 中国这边 共匪这边也派出几架飞机 然后小型空战 打一番 真有可能 我判断真有可能 都要比划一下 要不然的话 就跟两条狗人的互相喊 喊了几十年了 互相对着对叫对叫 它不打一仗那不行了 所以我判断 我根据这个事情 我是很严肃的 因为昨天直播 我都讲了讲的那种是比较 比较什么 诙谐幽默 但我从严肃的角度出发 2030年之前 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大大增加 美国你飞个气球过来 美国肯定要 第一美国肯定要飞个气球过去 还有美国要飞飞行器过去 必须的 你要不然美国世界第一超级大国 正点往哪搁啊 啊 这场子还能震得住吗 你想想 就跟黑社会的呢 你这属于在黑社会脑大地盘 你把脑大女人给碎了 你说这脑大不动手 你认为他还震得住这些兄弟吗 啊 你说如果美国领空你都派气球随便侦查 开玩笑吧 那以后日本韩国台湾 那些领空你就随便侦查了 啊 美国大哥这领空你都不给面子了 非常严重 我跟你讲 这个事件非常严重 这绝对要载入历史了 未来美国这整个国家政策 国家安全政策 就军队的发展要转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跟美国是怎么进行军事竞赛啊 美国一年军费八千亿美元 怎么怎么竞赛 我跟你说你不得了的 我跟你讲 以后很有可能美国对中国制裁是不让你用互联网 你不要说翻墙了 不让你用这网 YouTube不让你用 Facebook不让你用 你搞清楚了吗 以后啊 美国苹果手机不让你用 Windows系统不让你用 以后就这样了 那就不得了了 我跟你讲 你这真的是 你习近平脑子坏了 嗯 真的是脑子坏了 有病 当然这一回也是让给美军也是丢了大人了 这回这美军我看回头在国会国会里面肯定要骂他 美军你这你号称最强大军队 你这防空力量防的这么差 气球它直接飞到阿拉斯加里就应该把它发现了 结果到了美国本土里你才发现 这美国这防空这么多雷达 这么多望远镜 这么多战斗机干嘛呢 所以我跟你说 这没想到共产党玩鹰的 人家觉得你应该是侦察机 战斗机飞机会飞过来 你没想到你整一门气球飞过来了 你这真的是玩鹰的你 这未来美国的话很有可能开始进入那种的叫做常备空军跟常备海军状态 什么意思 未来美国可能也像苏联一样 就冷战的时候美国队伍苏联就在欧洲的北部 有一个舰队在海上飘着 一直在那 就在苏联的家门口 未来美国很有可能搞一支舰队就放在上海的外海 就在东海停着 这个舰队一直停在那 然后军舰轮换 未来很有可能是这样 包括空军 常备空军 啥概念 天上战斗机 运输机 巡逻机 加油机 一直在天上 就时刻就在那 就在那打圈 然后轮换 就在那弄 就在你家门口 未来 军事升级 时刻准备战斗了 不得了了 2030年之前发生战争的概率 大大增加 大大增加 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了 拜拜 拜拜